从小练武术,60年代就到登峰,从事少林寺最后一个武僧,施德根 在练这个少林武术当中呢,因为我的师父呢,因为我学的是有基础 当时我和我的德根老师的时候,是六五年,六六年的时候 当时我已经是大学长了,带了很多的小师弟啊 但是练的也是少林的功夫,少林太多门也是少林 施德根呢,从六十年代就开始在登峰啊,体委和各个中小学啊 担任这个武术的教学啊,向各个中学的老师进行培训 能够希望能把少林权的少林武术能够保存下来 那么现在所有登峰老一辈的人,提起来我们那个老师都说呢啊,那吃火上不得了 因为当时我们练武术,人家说你傻呀,练什么武术啊 练武术第一吃的多,第二费鞋费袜子费衣服 你傻呀,你吃饱没事干,我到登峰找我的老师,一定人就说你,你来干什么,我来找我老师练武术啊,还练什么武术啊 因为当时我们那个年代,六十年代比较经济困难,吃饭干什么都是粮食都有限制的 所以当时没人练武术 后来一直到七十年代,七二年,那我应登峰体委的要求 一定要到登峰体校去教授他们少林武术 当时我也很矛盾,因为当时我老师讲了嘛,这些东西不能教 后来我又考虑呢,这些东西是初始少林,应该回归少林 所以七二年呢,我就应登峰县体委的邀请到登峰体校去进行了一段的教学 后来八二年,中央电视台,中央新闻制片厂 又拍摄《少林武术正宗》,我又到登峰,又担任他的总教练 当时练武术的人真不多 那么现在呢,从整个少林武术这个角度来讲呢 就是我们这个武术是个整体文化 不是单一的一个,仅仅一个套路,一个武术 它包括了禅学,武学,医学 那么这个禅学既是一种宗教的一种 一种,一种,怎么讲呢,就是一种派别吧 宗教的一种,像各种的宗教是吧 那佛教也分很多种 但是更主要了,我想现在的禅宗应该用到这个养生上 对人的身体有健康 所以禅学这一块,心理这个修行 那在少林本人就是心经嘛 明心见性,以养心为主 所以这从禅学这一块,我主要用于就是养生健身 那以禅修从印度传过来的这个禅修啊 就是这个静律 静中,静静的去思虑,静中是有洞的 那么现在我们讲到的禅修了,是在动功求静 做到动静相容 能把动和静融在一起 所以就练在现在我们所传授的少林的六合气功啊 少林的禅元功啊 少林的行禅功啊 这就是一块禅 从我们最早的六祖 这个六祖在谈经中啊 会能在谈经中讲啊 是不是 要动静相容,要在动力中求静 你生来做不握 死来,死到握不做 是不是,一具白骨都和谈 是不是,做功课 就讲究在行手做过之间 在日常生活中来修缠,讲究动物 近代的高生也讲 是不是,狂风掩月 那大风把山都刮倒了 是不是,那江河筑流 是不是,都是,还是养一个静 野马奔驰,那个野马奔驰 都跑再快 那个马宗和马分离不分离啊 他不分离就是静了 现在社会这么发达,经济发达 是不是,各样发达 是不是,如果你不去很好了去 是去做梦堂,你永远静未来 真正的静就是在动中求静之子 达到静了静,就是真的静 是真不动 说这就是我们练这个 啊,阳声功法 是不是,练到什么程度了 你不是一个风死阳流 那个身子啊,就像在风中的阳流一样 随风的飘荡 像风中的摇领一样,把我呼吸 他合二为一了吗 他不静了吗 无障无碍,没有主力 心似流水溢如浮云 你们有一点障碍,那就静了 所以这个养生了 从这一块,从呼吸一念动作 达到合二为一的真正的静 那叫真静 也达到了那所谓残忍说的真静了 就是禅的境界 所以我们打的叫禅拳 叫禅宫 是吧,叫行禅宫 是吧,从运动达到禅的境界 你吐纳一五脏,导引开百观 是不是 所以这个禅宫就是导引和吐纳 它结合在一起了 动和静结合在一起了 内和外合一了 是吧,神行兼修了 你才就达到这个 真正的无处养生的境界 那么从武来讲 那少林拳有它独特的风格特点 是吧,大如蒙古 小如金属 是吧,起横落顺 是不是 驱直转车 是吧,这些东西 战如钉,动无风,青鲁,红毛 诸如泰山 所以这些很多讲究 是不是 你像他前一讲的 千金难卖一击令 它是个击令令 不是现在我们这个打,那个打 一哆嗦,一盒子 一盒子一个人 那就出去了 他想哆嗦劲 这个哆嗦劲 哆嗦劲 哆,哆嗦劲 你千金难卖 哪个部分都可以哆嗦 哪个都可以发抖 你把尖,发尖劲了 是吧,很轻松的 你做啪,他尖 是吧,小蜜发力 啪,小蜜 头发力 你那头也都发力啊 啪,头都发去了 是不是 这不管手的四面劲 怎么的力 从哪发力 都是他那一个寸劲 一个哆嗦劲 一盒子 哆嗦 哆嗦 就在下时间那一秒钟 那力学也要弹性碰撞 以前我们老之前讲 哎呀,什么绝套啊 你晃一晃人都没有了 得一晃人都没有了 这摇身晃棒 扭腰掉卡 圣灵无数 一个是练了 一个佛格特典 是吧 起处落横 是吧 大小伸缩 是吧 那这个就是他的积极方法 因为圣灵圈积极方法 在外人是不好理解的 我练的东西 一看 这是太极拳 是什么拳呢 都是转的 但是我们要发力的时候 是不是 那就事不可当 事无破竹 说心理话 那我们练残拳以后 他们看不出来 练的什么拳拳 你练的是不是太极拳 一看不像太极拳 是不是行律拳 又不像行律拳 什么少林 什么都有啊 少林拳的很丰富 我在练金刚拔尺的时候 他们一看 你是不是像行律拳呢 手法不一样 步法不一样 是不是一出出 一盖走了 不一样 步法不一样 一闪身 是吧 一位了 变位了 那我们讲了什么 在这杜龙讲了 那就是参加运动的 这个质量和速度 那么我怎样 你说我就180斤 我就180斤 我怎么能活到大的 这个质量呢 就是你参加运动的质量 你说有180斤 我打人 我老用手打 我都不是180斤 可能我这是50斤 我180斤 我一发力 打 那我的发力从脚跟发了 我180斤全部参加运动了 那我就叫我的功能就比你的大 另外速度 你怎么有速度了 除了你自己练习你这个平时这个本身的速度以外 另外还有个三齐 手到脚到 那就加上你上步第一速度 然后冲拳第二速度 那第一速度第二速度 甚至您要调滑第三度第三速度 很多速度 这些比起这个距离 也叫合力 这就叫武术力学 但是力学跟武术力学不一样 比如冲拳 曾经有一个在 在颤护武术力学的讲了 这个拳 你这样打没有力 那这样打 拉开就有力 你要从理论上是可以解释通的 那从搏击力学上解不通 是不是因为什么 您少林田讲了 打人不践行 践行不畏能 你不能让看到你的动作 你拉拳拉这么远 就像练垂球 批拳 握握握握手一拳 我这一拳很有力 人家走了 你打吧 我都不理睬你 我走了 所以说武术在讲究 为什么讲村庆 在刹那间 在短距离 在刹那间 能够把力发爆发出来 所以每个全种的有风格特点 那我们注意 我们现在这个 传统功夫呢 就看见什么 看你的尽力 看你的方法 刚才你像 援手职工 这是我们的方法 这个发力呢 就是我的尽力 能不能做到整进 合力 波及力学院叫平心 就是分力与合力 分力与合力 我们讲 利用那个平行四边形法则 是吧 对方力来了 那我从这边走了 是吧 这样两个力呢 是不是可以用那个 我们在学过的几何学中 力学中 平行四边形法则 找到它的分力在哪里 没有像正面冲突了 我刚才说的 刚对刚必有像 所以这个武术呢 从传统术这个一样发展呢 我觉得要从一个是 它这个搏击的理论 除了你每个前种 有你的风格讨厌 你比如说上连拳 你练就不一样 你从弹腿 你出腿不一样 上连拳弹腿二十四路 你实验手里没有 是吧 他出腿他一脚外圆向前 为什么呢 他怕受伤 他脚外圆 像就是平时 一般的武术叫铲腿 他向前弹腿 他这个斜劲 是吧 他起腿一抬腿 他的勾 要么就挂 他抬腿没有说 脚尖绷直向前没有 都是有一个勾 向里勾 一个向外 向外招 他有点方法 所以他出拳 也是一样 他打得斜劲 因为上连拳的主要套路是罗汉拳 罗汉拳 他不是一路罗汉的 他十八路罗汉 每个罗汉的风格特点不一样 一路罗汉拳就比较暴躁 适合年轻人 上去都是握裙拳 披心掌啊 什么这些东西 二路就比较柔和一点 其实就比较柔和 然后这个活上呢 他就比较 跳皮奸诈 搞一些声东极西的动作 他出场不是说 啪一掌出来了 他比较一出掌 哎哎打打上去了 指东打西 指上打下 打一些时间差的东西 三路罗汉呢 就是 一些少林的心一把 他说少林的心一把 是在少林寺历史记载 说心一把是少林 是功夫的是一些 一些比较高深的 就是他至上的东西 一起是都是载拳 一起就是那个把 这个心一把呢 就是现在基本上 我用这个搏击的东西 都从心一把出来了 现在这些弹腿的 这些东西的功法 就是心一把 它是个基本把部 它能变化无穷的 不管从高腿低腿 从拳法 手法 是吧 走法 七法 都从心一把变 不可以心一把 一起把可以用七 一起把可以硬腿 它变化无穷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少林的 非常好的东西 它主要的最上 最就是比较上乘的功夫 就是少林的罗汉 再往上上面 就是少林的心一把 再往上少林的禅犬 养生啊 修行养性 完全都是一些比较 从实用养生结合在一起的套路 从我们的角度 不仅要研究动作 速度和力量 而且研究怎么样 以小胜大这种方法 因为你在练 你老练的 你在练你长不高 长不壮 你怎么办 你小的怎么打大的 还要研究更多的方法 传统武术 毕竟不同意 竞技体育 他要研究一些 比较好的方法 一个有 比较深厚的文化的功底 另外也要研究一些 方法呢 赞上对方 不能光凭力量速度